你叫那邊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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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欸欸欸 欸大哥你平常跟誰一起玩 不會啦 你平常跟誰一起玩 欸欸欸欸 女生抱怨男朋友前戲很長 前戲什麼時候開始 從訪問開始 從訪問開始 從寫企劃開始 從寫企劃開始 我男朋友前戲很長欸 在訪問我 再一個 Dann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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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後來我就在倒射了 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 沒有舒服的場地 對 最後我就只能離開霧房 然後去中正滑板走路 滑板場裡面其實很多大學生玩滑板 他們不跟學校設定 可是他們會跟我們一起玩 真的很特別 感覺又回到真正滑板的樣子 不是學生設定 那慢慢就變成現在這樣 我們就不覺得只能是朝陽滑板 對 我們可以很多元 我們可以接納各不同的學校 而且這些人 他們就是不跟學校玩 很滑板 3 2 1 CYSB 好不好 Happy Christmas CYSB Yeah 去年的時候 我們自己覺得 既然現在目的不同 我們其實也不能再叫做 朝陽 Skateboard 等等 對 所以就想了幾天 把它改名叫做 Challenge Yourself 等一下也滿滑板的 對不對 我們就變到新南城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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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 謝謝 謝謝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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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 謝謝 你在羞辱我耶 你在羞辱我耶 他們也很辛苦 我們就是檢舉 然後來一下 然後叫我們走 然後大家散了一下 然後走之後我們就繼續回來 他們等一下一定會過來 大概我不知道 之前那個621活動 還是世界好玩而已 然後我們就是 每一個點 我們大概跑六七個點 到定點之後 警察就在那邊等我 然後玩了一下之後 再換另外一點 玩到一個時段的時候 警察又來了 我們再換另外一點 他就是俗稱的持久站 只是一直一直這樣一直這樣畫 等一下右轉 這邊右轉 可怕 你 幹你 比較多人 打我們跟一般的大學 我們玩社團比較 因為族群是同一群 但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沒有所謂的社團 大家就會一直是分工下去 有人不合時意 離開來談的時候 或是沒有 跟我們一起玩 我們剛好這個能力 然後又是玩花板 本來應的這個需要 這樣 我覺得我們比較像是 一個團體 而不是一個社團 我們每個禮拜 晚上 九點多到十點多 不等 會開始 看當天 負責為人是什麼 對 然後會最先到 然後會拍行動 那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到 你知道 可以過來 有些會預約借跑板 我們都會在線上 讓人家去預約 就開始免費的教訓 輸了 輸了 你贏了世界又贏了 輸了啦 輸了 沒有啦 好 好 Maggie跟肖 就是負責比較 線上的 然後子俊跟Ren 就是比較線下的 那 他也會負責 線下的 就是實地的教學 然後我們人員 之間的工作協調 大的分工是這樣 然後他也有去考 中華民國C級的教練執照 所以 他其實是 可以合法做教學 然後實力擔當 對 那我的話就是 負責產品 還有一些 資源的媒合 要做什麼招 才可以 才值得擁有 這一塊滑板 這一招 這一招 要翻版 可以 大的嗎 好 我要大的 好 好 好 我們是抱著 一起來 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的心情 在做這些事情 我跟你說 這個東西非常的重 我覺得 比你輕一點 我覺得 這個是隨心所欲的 就是說 我要找到彼此 都能快樂 也不太棒 就在一起 跑板可以去 一整校 不同一件事情 就只為了 第67次 成功那次 跑板也是願意 為了那一短暫的快樂 做很大的行程 只要他真的有那個架子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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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比較明顯 這個其實也 我覺得我們經營社團 後來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來 我要給你一個理由 也許是 我們 人很有善 也許是我們有很多小活動 也許是我們的教訓 也許是我們幫你開了以上的保險 進這個圈子 相對其他地方更有商量 我們要給他一個點 我覺得從剛開始做 到現在為什麼還持續做 開心會滿重的 這件事情才不是 一整個過程一直保持著很開心的狀態 所以不論我們的經營的成果好或壞 我覺得這個讚很大 成就感很軟 但不開心就不會做 但當然是會失望或是挫折或難 但是一直都在做更加分的事情 是很開心的 好開心 康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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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啊 連續三個就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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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的每週五免費教學裡面其實就有一部分 慢慢的會轉單成真正的收費教學 那這些收費的利潤其實會下放到這些大學生們一起來share 我這裡也有在構思要做什麼樣的周邊來慢慢往營利的方向去做 其實不希望他一直不賺錢 因為有人在做事你就是要拿到合理的待遇 不然這個團體終究解散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有熱情 這就是實話 就是 滑板安親班啦 比較像 hav板安親班啦 對我我就想要做這樣 這樣也可以確保穩定的收入 聽起來也蠻可愛的 哈哈 滑板安親班 但是最後還是會有數學老師 教你那個滑板的角度 力學 物理學 作詞・作曲・編曲 初音ミク